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 AI概念股是盤面的焦點之外 其實網通族群也是 而且要請教幸福哥 現在外資在加碼 那麼又有美國寬評基建的題材 在後世還是持續看好嗎 我覺得下半年來說 應該這個題材 還會持續的延續 為什麼 因為除了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AI 這個很夯大家都知道 除了AI之外 其實在裡面網路 它使用的資料量一定會越來越大 你看AI它這麼多的上網抓資料 它才有辦法 變成一個很聰明的AI 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它要去抓這麼多資料 代表其實網路的便利性 網路快速度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網路設備的不斷升級 它會是未來AI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再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之前美國總統拜登有提到 就是說因為現在在美國的部分 很多比較可能 人口不是那麼密集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上網還不是那麼便利 所以它要推行 能夠讓更多的美國人 可以所謂的高速上網 所以有在推所謂的寬平基礎建設 這個情況之下變成說 它有國家政策的法令支持 這個資金的來源 這個設備其實就會有 所謂的國家的資源在補助 所以今年其實有蠻多的一些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有蠻多的所謂的網通股 近期都開始有出現外資也好 甚至包括像頭線 積極作為回補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像以外資比重比較高的話 像智邦 外資的持股有七成 是網通裡面最高 另外像中美 今年提升是36.7 至於來到23.3 我們這邊有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以美國出貨比重來說排序 像中期 中期 中類 60幾% 到正文為止 其實它美國的出貨比重 都有超過5成以上 我們也可以觀察 如果說這檔個股又剛好 譬如說有投信 或者說有外資 近期它的買盤比較積極 我覺得相對來說 這樣的個股在最近 如果說很多AI可能漲多了